把国民党搅得天翻地覆 然后他 而且他真的认为自己是有天命 你不要说党中央不会换他 他自己打死也不会退 党中央不换他 你可以从吴敦义的那个做法 吴敦义这个人 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得人缘 民调那么低 还是有他的原因 比如说他说 他随时随地都说 绝对没有换柱2.0 那就针对朱立伦讲的 那个换柱就是你小子干的好事 所以他一定要重复 你其实只要说我们不会换柱就解决了 但是他一定讲绝对没有换柱2.0 就让大家想到朱立伦 就再提醒一下 你朱立伦你小子 不要以为你可以捡到没那回事 所以只要无对 所以无对一的心机不要低估 这个人真的是聪明决定 你知道只要他在国民党当家 就是说主场优势一天 朱立伦根本不可能什么朱含配 那沈大佬头脑不清楚 虽然他那么聪明 但是一个问题是 这件事就让我想到以前那个 你知道卡特要选总统的时候 人家就讲他是花生农夫 然后怎样怎样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甘奈迪家的小儿 第三个兄弟 爱德华甘奈迪也要选 而且身外很高 因为甘家的人 但是因为他跟他的秘书 大概有一点私人的关系 他就开车 开到那个水塘里面 就把那个秘书淹死掉 然后那就是很大的丑闻 你知道卡特多厉害 他就说 他说我不怕他挑战 但是我绝对不会挑战 他淹死他的女秘书 就说就一再提醒老百姓 就说我不会讲你那打之事 但是他一再提醒美国的选民 你淹死了你的女秘书 所以这种这一招 其实你说狠不狠 蛮狠的 所以我就讲说 朱立伦如果聪明的话 他这一次根本不要去惹那些事 四年后再选的时候 吴敦毅绝对不可能再 那韩国瑜我觉得到时候如果连 高雄市长也被罢免的话 也就废人一个 所以整个国民党 还能不能重新站起来 我觉得还要靠这些国民党里面 年轻一点的人 所以整个国民党 现在已经被他脚烂掉 31个大佬完全被他毁掉 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我那天会打电话去骗是说 你的名字签得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主要是问说 你们怎么拿怎么去签的 结果后来说是 连赞挂头衔这样去签 那结果现在很多人就说 你连赞怎么会让人家这样 任由他们党部摆布 那你说另外两个签横的 那个绝对不是当场签的 一定是打电话同意了以后 在那个什么中评委 或者什么开那个签刀布上 弄下来的 所以才有两个横的 那两个你知道 你拿连赞的名字在上 那委赞文书 有同意过 所以那个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那两个横的在那边 那两个人也不是笨蛋 胡志强那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牵个横的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你玩这一局 玩到最后 你彻底的被这个人搅烂掉 如果说这一次选不赢的话 我觉得党中央自己下架就好了 不要去下架别人 自己下架 好 好